大家好,我是英奇,今天日本人的K-san在這裡 今天想開始給大家,日本家庭很美味的菜式 我想問大家,為什麼香港人這麼喜歡吃麵呢? 我們日本人都很喜歡吃,但是我經常在雞炸餐廳的地方 香港人經常吃早餐、午餐、晚餐,經常吃即食麵 是不是很悶呢? 今天我想開始給大家,自己煮湯的整式拉麵 這個叫做不去到牛奶味噌拉麵 因為現在是電池,所以我們不是用叉燒、羊生、豬、骨、泡、24小時、三天 用簡單的煮法 首先,我們先切椰菜 椰菜呢,這個酸的口感都有點硬 我們先切掉它 切一半 兩種都大概是一個CM的厚度 這樣 接著是中式的蔥粒 剛才我說話呢,今天我們沒有準備叉燒 還有湯底 湯底我一會兒再說 湯底也不是用來圓石雞、豬瓜 所以我們加些椰菜 有些肥一點點 湯底的味道也是有 類似是正式拉麵的味道 首先,加一些麻油 醬油 我把它補充了 油搭配味道 再加上椰子 其實日本的泥麵 我講的是餐廳吃的泥麵 通常是湯的表面 大家也看到有很多油 在這裏面有些品牌是蘿蔔麻油 日式的泥麵 多數都是加湯的香味 加上糖麻性的油 我們叫做雞油 多數都是雞皮 即是雞皮 在這裏面清蒙火 較久的時間 有很多油出來 今天我們不是用雞油 變成這個豬能餅的豬油 有些在這裏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接受的話 在這裏面清蒙火 留下一點 這個豬肉的豬油 留下一點 在這裏面 一會兒 湯的香味 更加美味 更香 這個配菜完成了 先放在這裏面 現在我們準備湯底了 不開牛奶 我覺得是很濃 但是也不是說 他們本身牛奶的酥味 是不是感覺到呢 應該是酥味的感覺 不是說很強 所以那個平衡剛剛好 我們再加一點麵絲 大家看到這個顏色 我們叫做阿娃西味噌 就是剛剛沖乾的顏色 有些是黑色 不是說黑色 不是說黑色 是很濃的紅色 是不是感覺到呢 接近那個黑色的東西 令它接近白色的東西 就是米色 米色的味噌 不是很鹹 甚至甜一點 去到黑色的 很濃顏色的麵絲 比較都鹹一點 這個是沖乾的顏色 大家平時用 就是喝麵絲湯 或者今天我這樣做湯底 大家可以看這個 麵絲上可以配牛油 蒸 雞把 豬把 都好吃 OK 大家看不看到呢 開始滾滾滾的 就是有波波出來了 那就要熄火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牛奶 滾滾後 表面有一個 蓋滾滾 叫什麼 可 可 可 對嗎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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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我講什麼 那 片了牛奶的味道 所以 開始滾滾 大家可以熄火了 OK OK 湯 搞定了 那現在是 滾滾滾 今天呢 我們不是用 拉麵的麵 這個是日式炒麵的麵 希望呢 大家可以找到 粗一點的麵 薄斗拉麵呢 的麵 是比較有些的 薄波羅拉麵呢 都可以找到 粗一點的麵 更多的 特色是 涼麵的 香港 找到 集風拉麵 的東西 正宗的集風拉麵 我都不肯定了 所以 大家可以找到 一些 炒麵的拉麵 其實都不用煮很久了 一分鐘就完成了 炒了豬肉 的豬油 煎的 沒有燙下去了 火下去 拉麵 從別說 更加好香 好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